时隔四个月后,家里的四个毛孩又上学了 老实说,这四个月在家里边由于他们关系发生的变化 这次在学校有可能也会发生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一下入学的第一天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先是跟他们的老同学逐一进行了社交 其中有我们救助的一个拉布拉多,叫Lucky 是穿着黑色胸背的这只拉布拉多 跟大蓝小弟长得很像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领养人 所以一直把她寄养在何老师的学校 Lucky的性格特别稳定,也做了绝育 再加上经过这不到一年多的训练 如果谁能领养到Lucky,那也是非常幸运的 另外还有这只德木女孩,大家都认识到 她的名字叫Mia 由于她的后腿有先天性的问题 所以一直在何老师的学校里面做康复训练 据说已经快好了 还有一个多月就可以回家了 这个德木女孩性格特别好 喜欢咱们家这四个的每一个 特别是喜欢大蓝 看着这画面觉得花花跟她一起跑跳 还能减减肥 我都是喜欢她 但是她好像对巴兜没什么感觉 巴兜你还没人腿高呢 另外还有一只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的这只陨石边木 名字叫塔塔 这也是何老师学校的一位常驻嘉宾 塔塔特别喜欢跟大蓝小弟一起抢球 巴兜跟她没什么交集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巴兜主动邀请塔塔跟她一起玩 接下来就是入学的身体检查 先看看孩子们的体重变化吧 大蓝小弟各长了五斤 花花长了十二斤 巴兜没量体重 老师说要先跟她搞好关系 再要求她做这些事情 看一下孩子们的营养下午茶 十盆洗碗机消毒 坊间紫外线杀菌 从入学这数据上来看 我们在照顾毛孩方面还需要继续进步 学习细心 八豆没有做这些清洁工作是因为老师说要先跟八豆搞好关系 接下来就开启为期一周的美好校园生活吧 我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她身上 祈祷在寒冷黑夜能给我力量 我把命运的摇晃都当作枪杀 依然在路上 你说我是你的百度人 让你找回曾经的温存 从被忽略 被遗忘 被捉弄的世界 就像我一样 就算了